譬如說現在其實最近都很興奮另外一個話題就是移民 有很多不少的朋友他們都想過去移居 移去哪裏會比較好呢? 因為我們每一年的新年都會聽很多就是 咦?要出去逛一下,或者要怎樣 或者應該往北走,或者往東走 譬如說移民是人生大事 亦都想請教一點點就是有沒有看到 去哪裏或者有甚麼要小心呢? 如果簡單來說,我們就有南北的走向問題 譬如說有一種名叫韓名 我們出生的時間,譬如說是冬天出生,命比較是韓的 我們適合向南方走,即向南方移民 而另外就是有些人在夏天出生 我們叫他熱命,比較燥一點 我們適合向北邊走,即是南方移民 謝謝吳師傅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會有很多問題 或者是想了解多一點的話 就可以請教吳師傅了 你好,吳師傅,又過來請教一下你 我想問一下,如果sir說海外投資 譬如我們香港人都去海外投資的時候 有沒有說買甚麼座上會比較有利呢? 風水上面有一句術語就叫 千金難買向南樓 我們向南的樓當然會好些 因為為甚麼呢? 向南我們是冬暖下樓 這個先天上來說已經是有優勢 我們當然向南比較好些 而現在來說仍然是風水上的八郡 西南也是不錯的 因為我們西南向見水 或者比較開陽的話也是造才 向南基本上來說都沒甚麼得輸 沒錯 那各位有沒有說靠山還是靠水 又會有些影響呢? 當然啦,我們如果住的地方 近山近水是比較優勢的 為甚麼呢? 山本人丁,水主財 如果我們是近山近水的 當然附近環境也好 不會太過狹窄 因為風水上來說 如果我們住的地方太過逼潔 太過狹窄的話是不盡才的 所以我們如果開投資物業的話 可能物業可能會是赤塑賣一些 比香港來說便宜很多 因為香港可能寸金赤土 那廳可能是很多雜物 或者是很多比較窄 那就不聚採了